我們臺灣就是我剛才講的 那個他就是哪裡都難堂 亂性 只要有神他就拜 只要他離開他就亂拜 還有人性很大 所以你看他就經過這麼多 憲法借到他成年事 當頭半鍋才結醒 起初他做的時候 他去找一位前行 欠他欠了他做生病 他說如果有感冒的話 會慢慢的喉嚨不舒服 他沒有馬上跟他講過 他走了他馬上可以講到 這樣你知道嗎 還有另外一位 一位坑道人 一位坑道人他求了道理 都是承受老天的 道場的晨恩 都沒有回饋 大家就想他說可憐 小孩子又幾個 就一直幫助他 就場長就幫助 幫助到習慣了你知道嗎 有時候很過分的 好像人就是這樣 客家話 沒聽行沒做 習慣他會變成好像自然 應該要幫助 所以等於一定要給他吃 但是他最後一點 OK OK的 阿蘭後來他就生了一個大病 就子宮癌 子宮癌就去手術 你看江蔣師是不是也子宮 他不知道是癌 所以癌就知道這麼大癌 所以那天他就沒有講 陳典安師沒有跟他摸啊 結果在泰國就看到他 他說你趕快回去台灣 然後就趕快檢查 趕快 那你家庭的事情不要 第二 第一就是你的那個肚子裡面 趕快去檢查 結果檢查出一個 4公分是嗎 4公分9 那有5公分 結果呢 再去換一個醫院檢查 5公分 他就跟學癌師講說 我去檢查到5公分 他說不只 陳典安師就不只 外面還有很多 小小的 小小的 還鬼趴的 結果呢 醫生來掃描照 S光照不出來之後 那外面還有 結果開刀出來真的窮 鬼趴的 那醫生他一直交代他們 你一定要交代醫生喔 要弄乾淨喔 不然會懶得別的地方棄人 那就是他的誠心 為什麼要講 就是他的誠心 他的不計較 很如為啊 這種默默的在做 在心 從來的道場上 默默做也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聲音 大家聽懂嗎 沒有在批評道場啊 批評誰啊 要求什麼都沒有 就默默做 結果呢 你看老天去救他 那還有一個呢 就沒有啊 就到子宮來 守住他 守住一出來 一二十天好好啊 大家說看不出來 他是守住的 那個守住三十個也好像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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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那就 很多人就欠他喔 講他 每一個欠他的 每一個就保 這樣知道喔 這樣知道喔 我們不要再照到有病人了 好好失望 所以講師呢 也能說起來 要跟我們忠言的 跟你們欠告 不要再有錯誤 要戰戰盡盡 這是很重要的 謝謝 謝謝 大家